再來我們來關心一下防疫險 從續保之亂 現在升級為理賠之亂 如今新冠肺炎如果再降級 那將導致理賠金額被打一折 承認金管會主委的 國民黨立委曾明中就說了 政策的改變導致保單權益受損的影響 這絕對是一顆未爆彈 立法院法治局 如果最新的報告就建議 金管會應該就此爭議的事件 進行金融消費爭議團體 評議程序以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再來就是關於我們的很多人 民眾都打了三計了 還認為說如果再確診就有無敵新興 就變成防疫鬆懈了 很多醫生都跟你們說 這根本不存在 那是電玩的名詞 那醫師舒逸豐 更是火力全開的炮轟 趕緊染疫就有無敵新興的說法 小心你眼冒金星 他更提出一名染疫的慢性病患者 他得到的不是無敵新興 而是病危通知單 腎功能是極速的惡化 今年染疫人數已破350萬人 民眾都以為打三計疫苗 加確診就可以獲得無敵新興 但熊腸科醫師蘇毅峰 在臉書發文 一名50多歲的慢性 順便患者打滿三計疫苗 感染Omicron 但根本沒有所謂的無敵新興 什麼都不怕 因為他持續一個多月 一直頭暈 吃不下飯 甚至吐血 急診發現 肌酸肝從四點六變到二十二點九九 腎功能急速惡化 蘇毅峰更指出趕緊染疫就有無敵新興 恐怕是小心眼冒金星 學會中心日前公布 國內重複感染人數 截至六月二十二日 共一千五百零八例 國外研究指出 Omicron重複感染比Delta多十六倍 而且再次染疫入院率增加百分之九點五 死亡率增百分之二點三八 讓病人精神壓力變大 無敵新興是不可能存在的 個人還是要想辦法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於是張冠宇更表示 無敵新興只是電玩名詞根本不存在 而且像是葡萄牙 BA.4 BA.5住院率近百分之十 比BA.2住院率還要高 提醒民眾千萬別以為 無敵新興能征服新冠病毒 一是建議務必要避免再次感染才是關鍵 這王志文 楊宗彦台北報導 經過兩個月的封城上海6月1號正式解封 上海昨天也宣布打贏了大上海的保衛戰 無新增本土新冠確診的病例 和無症狀的感染者 為今年3月上海爆發的這波疫情以來的首件事件 你買霧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8坪以上的 5到6坪的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霧化時間大概從4個小時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快點購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CTI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 請問一下